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10日 欢迎来到第七期的中东新闻 我是孙嘉玲 在开始今天的中东新闻前呢 先跟大家浏览一下最近时事中的几个关键数字 第一个是3520 那这个数字它代表了什么呢 其实它真正代表了这个叙事脉络呢 是要在这个数字后面再加四个零 也就是它会变成3520万 那么这个数字 它其实就是美国总统川普 他的脸书页面上的追踪人数 但是呢 他的脸书呢 就如大家所知 因为经过1月6日的这个国会的暴动 就是他的脸书现在已经被视为是一个危险的 会煽动群众起来攻击政府的一个凶器 所以他就已经被这个停权了 但是就是说他的停权这件事有引起一些争议 因为毕竟人们会觉得说 哦这个言论自由应该是要被保障的 尤其是在西方社会 因为他们一向都用这个标准指责别的国家嘛 那但是说他们今天没想到科技巨头 像祖克勃这种科技巨头 他可以凭借他的个人意志 就出来下个命令 然后让等于川普在脸书上就暂时的被社会性死亡了 那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很多的辩论 当然你从务实的角度来看 这个川普呢 他确实很喜欢依靠这些社群媒体 作为他个人的一种跟民众间的一个接地气的沟通方式 所以你也可以说他确实是会达到这个效果 那所以呢这件事其实会扣问到的核心是 就是互联网上的言论 他应不应该被管制 那我想这个辩论目前还很难有答案 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你确实是会需要有管制的行为 因为你不可能无限的放任所有的言论就是流通嘛 包括侮辱人的或是那个谣言的造谣的 那个其实是要被管制的 或是说比如说有的网站 他如果有涉及儿童的浏览 那他其实会在很多的留言跟相关的这个发文 上面有做这个适合儿童的这个相关的发文环境的管控 但是呢就是说他也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今天谁有能力决定管制的标准 那谁有能力可以来下达管制的这个命令 所以这一次祖克伯做这件事呢 确实是在西方是相当正义的一个行为 那其实川普他所面临的危机还不只是简单的说 他的Facebook被暂时的这个停权 他的Twitter其实是被永久的封号了 所以他这个Twitter应该就是救不活了 不过因为川普他就是有钱就是任性嘛 所以他也说他预计要自己开发一个 一个社群媒体平台 然后也要自己做一个媒体 这个叫做 我就是反正我有钱 我就下个巨头换我当 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么反正就是美国的骚乱应该就是这样过去了 那但是呢 川普他上任以来的这种很喜欢用Twitter跟脸书 直接就是宣布他的政策 跟直接跳过这个传统的白宫的这个媒体的记者会 直接跟民众跟全国说话的方式呢 就可能以后就不容易再看见了 那么第二个数字呢 其实是四万 那这个四万呢 他象征的是这个华尔街这边跟美国的政坛 其实是有点不同的动向 就是虽然美国的政坛呢 他经历了这么恐怖的这个一个 就是可以说是对他们的常年标局的民主话语的一个打击 虽然美国政坛经历了这件事 但是华尔街呢 他似乎没有去在意这些混乱跟这个惨淡 所以其实到现在呢 其实美国的三大主要股的指标 都是上涨的 那加密货币这里呢 就是比特币 比特币呢 他有史以来就是首次飙升到四万美元以上 所以这个四万是指比特币的这个价值哦 那比特币的这个飙升呢 他其实就让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场的价值超过了一兆美元 这个是我们在观察美国的政治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的一个不同的侧面哦 就是投机市场 他们怎么利用这一次的危机 或是利用最近的国际局势的变化 那去让他们获利更多 那第三个数字是25亿 那这个25亿呢 他其实是波音公司 他最近同意支付的罚款哦 就是应该可以说是赔偿款 就是是25亿美元这个价格 那为什么要支付这个赔偿款 其实是针对他的737 MAX的安全问题 因为过去在2018年10月29日的时候呢 印尼的狮子航空610号班机就发生了空难 那么在2019年3月10日的时候呢 伊索比亚航空的302号班机也发生了空难 那么在这间隔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呢 这两起空难有一个共同点 就在于说他们的机型都是波音737 MAX这个机型 那么所以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情后呢 大家就会质疑说 你这个机型是不是他天生就有安全上的这个问题 所以导致说你才短短飞了一下下 然后马上失事率就这么高 所以呢就发生这件事之后 它导致了346人的这个丧命 那这么大的这个丧命人数 其实就让这个联邦的航空总署呢 就下达说 其实波音737 MAX你必须要禁飞 所以呢就有一阵子就是它这个产品 是没有办法出现在各国的这个航空公司 它出来飞的这个飞机里面 但是呢在2020年这个6月29日的时候呢 其实美国的联邦航空总署就发表声明 说其实可以试飞看看哦 也就是说经过这么久的这个留校查看 应该要给波音它来个表现的机会 所以呢这个波音737 MAX就从这个 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波音机场就起飞 那么进行了数小时的这个首轮飞行测试 最后呢就各方评估说 应该是经过修复跟调整后是没有问题了 所以呢在2020年的11月17日的时候呢 联邦航空总署就解除了波音737 MAX的禁飞 那这个机型现在就可以开始复飞了 但是呢因为它中间还要涉及 它跟美国司法部的这个官司的部分哦 所以呢 它最后是走到了一个和解 和解的这个结果 那么波音它不用对于这个刑事的指控表示认罪 但是它必须付出高额的代价 所以呢就是它总共就是包括有 2.4亿美元的刑事罚款 那还有像航空公司的客户支付的 17.7亿美元的赔偿金 还有这个5亿美元要来这个设立基金 来支持跟照顾在坠机事故中上升的 这个客户他们的亲人跟合法受益人哦 所以就有了25亿美元的这个赔款 那么就是这是最近这个国际的一些时事中的一些重要的数字哦 那我们来开始看一下中东新闻的部分 中东新闻的话呢 第一个部分要跟大家介绍的 其实跟刚刚讲的最后一个数字 它的这个内容是相似的哦 就是刚刚讲的25亿美元 它涉及的是飞机跟空难的问题 那么第一个中东新闻呢 其实讲的也是这方面的内容 那就是去年2020年1月8日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伊朗跟美国其实是在一个紧张的状态 因为伊朗的革命卫队的精锐圣诚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 他不是被美国给突然在伊拉克的巴格达机场就被拘杀了吗 那发生这件事之后呢 美国跟伊朗之间其实就陷入一个可能要开战的一个紧张中哦 所以呢 那个时候就有一架乌克兰航空的PS752航班 其实就非常倒霉 因为他就是其实是要飞到这个基辅去哦 但是呢 他突然在这个伊朗上空就被打下来了 那为什么被打下来 其实就是因为他被当成是美国发射来的这个导弹哦 那所以这个伊朗的军方就就就就就就搞乌龙 但是这个乌龙就其实真的搞得蛮大哦 所以就导致说上面的整架飞机的包括机组人员跟乘客 其实是全部都丧生的 那么这件事发生之后呢 就伊朗一开始是拒不承认嘛 就大家如果还有印象 就大家就 那个时候伊朗是 就是说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可以这个调查 因为黑盒子那个时候是掉在伊朗的境内嘛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各方是要求伊朗说 你应该要把黑盒子交出来 大家一起调查 那到这个时候呢 伊朗他才 就是就是有点说 反正纸都包不住火了 我就要止损 他就承认说 对不起是我们错了这样 但是呢 他承认这件事之后 就导致了他的国内又爆发了新的一波示威 那么其实这个诉讼呢 就缠送至今 那其实在伊朗方面呢 12月30日的时候 就是2020年12月30日的时候 他们的政府就有承诺说 要跟每位的遇难者的家属说 要支付15万美元的赔偿金 这个是伊朗的部分 但是呢 就是这整件的这个空难事件呢 他在167名乘客当中呢 其实有82个人是伊朗籍 那63个人是加拿大籍 三个人是英国籍 四个人是阿富汗的 那还有10个是瑞典 跟三个是德国的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 他里面虽然有82个人是伊朗籍 但是呢 他还有63个人是加拿大籍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呢 他对于伊朗跟加拿大的关系 是有造成冲击的 在63个这个加拿大的 那个不幸受害的乘客中呢 有55个是加拿大的公民 那还有另外 有30个是这个加拿大的永久居民 所以呢 就其实是说这件事情 让加拿大其实对伊朗是非常不满 所以可以看到说 这个事发之后呢 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 他其实一直批评伊朗 就是说他还要组织这个国际的 这个索赔的部分 当然加拿大部分 他已经政府对于说 他们国内的这个 遇难的这个公民呢 或是这个居住者永久居民呢 是有给一定的赔偿 但只是说因为这种涉及跨国 跟这个 尤其就是发生在这种情况下 有点军事物籍的这种空难处理起来都非常的麻烦 所以现在就是受害国 包括加拿大 乌克兰 英国 瑞典 跟阿富汗呢 他们现在是在国际协调跟反应小组的 协助下呢 希望可以跟伊朗就是进行更多的这个索赔的部分 那伊朗这边呢 也在1月8日的时候 也就是星期五的时候呢 有进行这个 对遇难者的追悼 跟这个空难一周年的纪念 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呢 那个时候 伊朗他发生这件事的时候 他其实是在1月9日的时候 就是2020年1月9日 他举行了一个哀悼仪式 那他哀悼的呢 不只有这个 这件空难里面丧生的人 然后也顺便哀悼了 这个苏莱曼尼的葬礼上 因为很多人去看他 所以就导致发生这个踩踏的意外 那踩踏意外中的这个亡者呢 他也是一起在那个场合被纪念的 所以就是说 其实从外界来看呢 这是伊朗的一次这个重大失误 但是你从伊朗自己的脉络来看 他们会觉得 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其实是始于这个 美国先对苏莱曼尼的狙杀 然后导致说 伊朗的军方 那个时候就反应过度 那当然这个确实是责无旁贷 因为他们 再怎么紧张都不该把 这个飞机当导弹打 但是呢 反正在伊朗境内的这个媒体呢 他们目前的口径当然就是说 我们承认这个错误 但是我们也要看看到底是谁 导致我们这么紧张 就是他们会 也希望美国说你要出来承担一部分的错误 是这样子 那第二个中东新闻的部分呢 其实就也跟航空公司是有关的 那就是在海湾这里呢 其实我们上一期讲到海湾终于和解了嘛 然后签了一个协议 那就是其实沙烏地跟卡达就开放了路上的边界 那么在这个今天要说的呢 其实是在星期六1月9日的时候 沙烏地他跟卡达就开放了领空哦 那开放领空呢 这件事宣布之后呢 其实从下个礼拜开始 沙烏地跟卡达两国之间呢 他们的这个飞行呢 就可以从这个很多城市开始直飞了 就不用再像过去一样 是必须要绕开的 那么 其实会有这个发展呢 就是当然要感谢这个科威特跟美国的调停哦 那还有其他国家也愿意配合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阿联酋他对这个卡达也是不太友善的 但是呢 他当然这部分还是听沙烏地的嘛 所以就沙烏地宣布了之后呢 那个阿联酋呢 他也在这个星期六 也就是1月9日的时候 也是宣布说 他要跟卡达重新开放所有的路上海上 跟那个航空的入境点 那其实阿联酋这个动作呢 他对卡达有一个很关键的好处 就在于说 因为卡达他要举办2022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嘛 那如果到那个时候 海湾他还是一个没有和解的状态 那么卡达他的飞机还是要绕飞的状态呢 那其实对于他办这个足球赛是很不方便的哦 因为他很多的航空 照理来说 那个时候就是不太能够加大这个航班量嘛 那也不能够直飞某些地方 所以阿联酋他的这个举动呢 他其实是可以帮助卡达在2022年的世界杯足球赛 形成一个输运的效果 那么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部分 就是说 在他们讨论谈判的过程中呢 就是他们谈的什么其实外界不一定知道 但是后来这个卡达的外交部长 有自己出来做一些说明哦 因为其实 在谈判前 大家就有在猜说 会不会半岛电视台是要被做一些限制 不然沙鲁地怎么可能让步 那半岛电视台 他其实是卡达 他们王室就直接资助 也就是说 他是一种国营的媒体哦 那他的这个放送对象 就是面对整个阿拉伯语这个世界 那所以呢 他可以视作是卡达在阿拉伯世界 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形象的代表 那也是他们国家的一个传声筒哦 所以呢 其实上一题有讲到半岛电视台 他就是过去呢 常常就是会放出说 沙鲁地去夜门轰炸平民的这个画面哦 还有包括说 在阿拉伯之村的时候 埃及的这个军警啊 对民众的这个 这个镇压 跟在街上的这个报答 就是会有这些画面 然后所以导致说 他就惹怒了埃及 跟沙鲁地为首的海湾国家哦 尤其是那个时候巴林 他发生了这个内部的比较大的示威 是沙鲁地进去帮忙评乱哦 那沙鲁地进去帮忙评乱 确实就是有打死一些人 那这个新闻也被卡达爆出来 所以沙鲁地那个时候非常的不开心 因此呢 在2017年 呃 半岛的这个海湾的这个危机的时候呢 其实那些主要的这个要对付卡达的国家呢 也就是沙鲁地 巴林 阿联酋跟埃及呢 他们有提了13点的清单哦 那这13点的清单中呢 其实就包括了要求卡达要直接把整个半岛电视台 呃 包括网路啊 还有这个直播的这个频道啊 全部都要关掉 那当然那时候卡达就没有同意嘛 那但是这一次的话呢 就其实好像也没有谈到这个部分了 因为卡达的外交部长就自己出来说 呃 有人在传说半岛电视台的呃 应允会不会受到的这个影响呢 那其实他说是不会的 就是半岛电视台还是可以继续的存在 那继续的做他自己的报道 那么这边就是来跟大家回顾一下 那个时候呃 2017年的时候 海湾风暴中各国对卡达提的13点要求到底都是什么哦 第一个部分是要求卡达说 你必须缩小你跟伊朗的这个外交的呃 关系的比重哦 那他具体提的东西就是包括说 他希望呃 要关闭伊朗在卡达的这个外交使团的注点单位哦 那还要驱逐伊朗革命卫队在卡达的这个派员 还有要切断卡达跟伊朗的军事情报合作 那所以呢 就是剩下的你能跟伊朗有的合作就是商贸合作 那但是他又说你的商贸合作 你不能损害海湾合作委员会 也就是海和会GCC的呃 相关的条约规定哦 那还有你要遵守美国所出台的国际制裁的政策哦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要求卡达要立刻关闭 正在新建的这个土耳其军事基地 然后 还要停止说卡达你跟土耳其的军事合作 那其实跟第一点是很像的 但是第一点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各国对伊朗是比较忌惮的哦 所以是在伊朗跟卡达的关系上面呢 是要求比较多的 那第三点的话呢 就是说要卡达你跟所有的恐怖主义的宗派 跟意识形态组织呢 都要划清界限哦 那首先他就是说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哦 那这很明显就是埃及提出来的 因为卡达确实他跟土耳其呢 是常年的这个支持穆斯林兄弟会 那另外他们还提了其他的 像是基地组织啊 就是盖达 那还有伊斯兰国啊 那还有黎巴的真主党哦 那么其实这个清单是谁你的呢 那当然就是沙烏地跟巴林跟阿联酋 那但是就是说 去说这个事情是有没有意义呢 这个有点有点好笑 就是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再细谈哦 那第四个部分就是说 呃成绩第三点的部分 就是说希望卡达能够停止 跟这个被沙烏地阿联酋 埃及巴林跟美国 还有其他国家 指定为恐怖分子的个人团体 或组织提供资金哦 那其实跟第三点是一样的 但只是第三点 他特别把一些组织的名字标出来哦 那第五点就是说 呃希望卡达呢 把这个来自沙烏地跟阿联酋 跟埃及跟巴林的引号的恐怖分子呢 还有通气犯呢 可以遣送回他们的这个原籍国 那冻结他们在卡达的资产哦 而且还要把他们在卡达的居住迁徙 还有财务状况的任何的需要消息呢 都要送给这个他们原来的国家 那第六个就是要关闭半导电视台 就我们刚刚讲到的部分 那第七个部分呢 是说你要结束对于这个 沙烏地阿联酋埃及跟巴林的 这四个国家内部的主权的干预哦 那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后面就做了一个说明 是说你不能够再对这些国家的 呃被通缉的公民呢 授予公民的身份哦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跑到你这边来 你不能给他正式身份 这样子哦 那所以就是说他后来要求说 你卡达必须取消这些通缉犯的 呃公民的这个身份 那接下来呢 呃这个这个要求就就有点 那个无理取闹哦 就是第八点 第八点是说卡达你必须要为你近年的政策 所造成的生命损失跟财务损失呢 做出这个赔偿哦 那这个金额到底该多少呢 你其实是要跟这四个国家一起协调确定哦 那但是 就是说他也没有明确是指哪一件事嘛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想敲卡达一笔竹杠 那第九点就是说 呃希望卡达遵守他跟沙乌地 在2014年签的利亚德协定 这个我们上一期也有讲到 就是有兴趣的呃听众呢 可以去上一期仔细的听一下 那就是说根据这个协定呢 其实卡达你的军事政治社会跟经济政策 你必须跟其他的海湾国家是要一致的哦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觉得卡达你不够合群哦 你就是都要走自己的路线这样 那第十点的部分呢 其实他就是更要求说卡达你不能再跟这四个国家 内部的政治反对派联系哦 那其实也是跟之前提的那一些 包括说你不能给通气犯公民身份啊 呃然后你要把这些四个国家来的引号的 口部分子都要送回去啊 其实是类似的这个脉络跟逻辑哦 那第十一点呢 其实是跟我们上面讲的关部 呃关闭半导电视台 也是一样的一个说法 他这边是要求说 卡达你必须关闭 所有由你直接或是间接资助的新闻媒体 那到底有什么呢 就是包括说呃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哦 就是有一个叫Arabi21 这样就A R A B I 然后21 还有Rust 嗯R A S S D 然后还有Arabiator Jadid 然后还有McCameleon 还有Middle East Eye 那Middle East Eye 其实我相信应该有听众会看哦 就是它是一个好像在英国的一个 独立的中东媒体 但是它其实是卡达 它所呃 悄悄资助的 所以就是这个其实 其实我觉得应该大家都知道 就是如果有在看这个媒体的话 就很明显它确实就是 比较像是一个小半导电视台 但是它的立场会更加的这个 呃批评沙乌地哦 因为它整天就是抓着沙乌地的一些 人权的问题狂打这样子 就包括说那个时候这个 嗯 呃记者哈绍吉在伊斯坦堡遇害这件事呢 其实就是Middle East Eye 它透过某些方式 先在它那边爆出来 那就渲染到这个西方的像 New York Times这种大媒体这边哦 这也是卡达一个 对外新闻战略的方式哦 那第十二点的要求呢 其实就是呃总结上面的部分 然后就说希望卡达你在十天内呢 答应这份清单上所有的要求 不然清单就会失效 那最后一点十三点的部分就是说 呃你必须要同意我们检证 你有没有执行这些要求哦 那其实这十三点呢 这个对卡达来说 这个已经不是要求了 这个其实你如果从卡达的脉络来看 他会觉得这根本就是侮辱哦 那怎么说呢 其实光从呃 资助恐怖分子这一点来看的话呢 卡达他确实是呃支持这个木凶会 那也支持哈马斯哦 就是他基本上他跟土耳其 在中东所支持的这个不受欢迎的团体 是高度重叠的 就木凶会然后哈马斯 对 但是呢 就是说他把其他的这些呃团体 都怪到卡达头上其实是呃不太公平哦 尤其包括说像伊斯兰国 还有基地组织 这两个其实沙奥地本身也都有支持啊 那沙奥地他其实他就只是想要把卡达 他塑造成中东的恐怖主义的冤手 中东的恐怖主义的源头哦 那他就可以减轻说 他每年都向世界各地输出瓦哈比 这种比较极端的教派的这个罪恶感 还有可以遮掩他在做这件事情的呃一个行为哦 所以呢 其实对卡达来讲 他当然没有办法同意这份这个清单嘛 尤其是关闭半岛电视台 这个其实更难哦 因为半岛电视台涉及他们呃国家的新闻战略 还有对外战略 还有这个国家形象 还有那个区域的一些这个呃影响力扩张的一个部分哦 所以半岛电视台对卡达来说他不只是一个新闻台 他还是他们国家政策的重要的一环哦 所以呢 那个时候卡达他回应这件事情 回应这13点的清单的时候呢 他是有提议的概念说 这个其实是这四个国家 也就是沙烏地阿联酋巴林跟埃及的反革命的举动哦 那什么是反革命呢 就是卡达认为这个是他们在对阿拉伯之村的第二阶段打击哦 就是要彻底扑灭这种革命的火种 所以呢 才会把卡达抓出来当一个出头鸟 然后就棒打他 围殴他这样 那后来呢 所以呃 卡达就撑住嘛 因为毕竟卡达他确实就是经济能力是蛮不错的 就是你说老实在的 说实在的 就是呃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小国的话 你被这几个国家这样搞 你其实很容易就马上应该撑不到一年就投降 因为人家封你的边界 然后又驱逐你的人 然后又对你的贸易做很多的制裁 但是卡达反正他就呃 因为资本雄厚嘛 所以他就撑着 那就终于撑到沙烏地软化这一天哦 因此呢 就是他的这个外交部长就呃 在这个周三的时候 也就是呃 1月6日的时候呢 他就直接公开的说这个半导电视台还是可以继续运营的 那他也说其实他们今天签的这个协议呢 是一个呃 概括性的大刚性的协议 那基本上他的用意是要控制着 就是说海湾这边是可以是一个比较有组织的一个状态 一个在一个团体内的兄弟之谋的一个感觉哦 所以呢 像其他前面的部分他们就没有很明确的去定一些这个说你要做什么 你不要做什么 应该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哦 那第三个中东新闻的部分呢 其实就呼应我们今天的标题哦 就是说呢 呃 川普他很明显他在这个1月6日的这个国会的骚乱的之后呢 他的政治前途可以说是就完蛋了 就是如果如果假设说啦 就是当天他们没有冲进去 那他们只是在这个外面就是游行的话呢 那其实川普他打的如意算盘可能是说 我把这个气势炒到最高点 然后我就趁势宣布我要竞选2024 就是他有可能是打着这样的额算盘哦 但是呢 就可惜的是他的支持者就失控了 就冲进去了 那他的这盘棋就完蛋了 因为他现在可能连这个呃 如果卸任后会不会被控说 你是这个煽动叛乱 这个罪名都还不确定哦 那你到底就是能不能选这个就 这个就其实已经板上钉钉了嘛 就是你如果可能有这方面的这个罪名跟疑虑跟起诉的话呢 你根本上你基本上是不可能再竞选美国总统的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呃最近开始有种讨论是说那沙污地怎么办哦 那沙污地为什么要需要担心说他要怎么办呢 其实就是因为说呃在过去川普执政期间呢 虽然他的单边主义的色彩是很重的 但是呢其实各国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避险哦 所谓的避险就是说他会尽量避免跟川普无限的靠近 以避免说这个共和党万一他失去政权 然后民主党上台之后呢 这个政权本身会遭到民主党的排斥跟报复哦 那么其他国家其实大部分都有在这个避险上做出不错的这个举动哦 那但是还是有一些个国家呢 就是疯狂的就是跟川普是麻吉麻吉哦 那这个当然是有一些但是就就不用全讲 就是大家心里有数就好 那但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中东的沙污地哦 他被认为是跟川普是极度的靠近 尤其是跟川普他所象征的共和党的这些势力是极度的靠近 所以呢 基本上现在川普他呃落到这个下场之后呢 其实沙污地内部也有政治人物 或是呃沙污地内部的呃智库 或是知识分子跟媒体有在担心说 呃会不会我们其实跟共和党被划上等号 那被划上等号的话呢 我们会不会引来拜登与民主党他们的排斥呢 那他们其实现在是有在担心这个问题哦 那在担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美国的两党政治 它是出现了一个越来越急化的状态 就是包括说以前可能呃两两党的对立跟价值观的分野 跟这个决定人民能不能一起相处 在这个国家内的这个区分还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就是伴随近年来呃美国他确实经济真的就是转型没有成功 那又遭遇金融危机之后呢呃川普他的这个崛起 还有包括说川普他崛起之后带动美国右翼 他其实对于很多身份政治的辅马 还有一些呃传统跟呃进步价值之间的对立 他是有一个激化的效果 所以呢呃就导致说美国现在他其实社会内部是非常撕裂的一个状态哦 就他虽然是世界第一大国但是他的人民之间对于国家该何去何从 有色人种在国家内到底该扮演什么样的地位 那还有这个性别性别的部分 同婚还有这个跨性别还有女权 女权这些东西呢他到底在我们国家内 他应该被怎么样的看待跟对待 这其实在美国是呈现一个呃比较众说分宇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统一的中心的看法的现在一个现状哦 那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统独的这个造成的撕裂跟分野是蛮像的哦 就是都是苦于这种激化政治的呃的一个状态哦 那么在沙奥地这边呢 其实呃他们内部主要担心的是说 因为拜登上台之后呢 他们又外界都预估说啦 就是他应该会有很大的几率是回去核协议的哦 那他回去核协议之后呢 其实就表示说伊朗他就是可以继续发展他的这个核科技嘛 那虽然核协议有规定说你的那个浓缩釉的纯度不可以超过百分之三点六七哦 但是呢呃海湾这些国家尤其是沙奥地 他基本上他就不太相信伊朗会遵守这个东西 所以他其实非常的这个担心哦 那所以我们上一期也说他为什么要呃 愿意在这个时候跟卡达和解呢 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要避免伊朗他真的走到做核武那一步 那假设伊朗真的做出来了 那沙奥地可能就就就会失去说他过往对伊朗的这种很四强凌弱的一个态势哦 因为因为毕竟这些海湾国家他们目前没有人做出核武嘛 那伊朗他确实是过去有在发展 那所以沙奥地对于他有这个潜力是感到非常的害怕的 那第二个点的部分就是说 虽然这一次的这个和解是川普跟Kushner他们非常奋力的在推动 但是呢其实沙奥地内部也有声音会认为说 我们踏出这一步其实是要送一个球给新上任的拜登跟民主党政府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在过去的时候沙奥地他有点错估说卡达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哦 因为首先卡达他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军火的购买国 尤其他对美国就是大家都会这样就是开一个玩笑 就是说这个卡达呢 他在美国的最大的游说团体呢 是什么 就是五角大厦 就是卡达他都会跟美国买非常多的军火 那另外呢 中美国在中东这边他最大 尤其在海湾这边最大的军事基地呢 其实就是在卡达的军事基地哦 那所以沙奥地这个行为 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破坏了美国 他在中东的战略的布局哦 那但是因为川普他可能他本人他觉得他不是很在意这件事情哦 还有包括说他的幕僚他可能觉得说 海湾这边我只要跟沙奥地好就可以了 那中东这里我只要跟沙奥地还有以色列好 那就OK了 因为他们其实象征的是一个 要战略军力撤出的一个一个态势嘛 就是说我就抓几个比较大咖的 然后他们就帮我管其他的一些东西就好 那我就不用花这么多的力气在这边 我就要去亚洲这边围堵中国 然后还有就是叫其他的这个日韩啊 一起围堵中国 就是大概类似这样的思路 所以那个时候川普就是并没有很在意说 爆发了这个海湾危机之后呢 那卡达的这个军事基地还有卡达跟美国的关系 就是要怎么办哦 因为他就觉得说反正沙奥地跟我就也是很好嘛 那沙奥地也是军火买很多 但是呢就是说现在沙奥地这个举动呢 他其实一定程度上是让美国会比较好做人哦 这个当然是川普的政绩 但是他也会变成是一个拜登上台后的礼物哦 因为其实拜登他过去也说过一些话 包括说他觉得沙奥地就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 沙奥地的人权记录实在是太糟了 那他说这些话其实很明显 他有可能是在做秀 但是川普他是连做这种秀都不会做 所以在沙奥地的脸中他会直接识别成说 拜登他就是一个对沙奥地其实是非常有敌意的人 那么我现在先送一个礼物给他 希望他上任之后呢就是不要报复我 希望还是可以跟我继续就是交好我这样子 那所以这是沙奥地他在新年以来面临的一个这个新的危机哦 那他要怎么样跟拜登建构他的关系 其实还要再看拜登上台之后 他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中东的政策或是措施哦 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要来看伊朗的部分 伊朗呢这边就是其实很有趣的是 相较于沙奥地他最近他送了这个大礼给美国 就是说海湾和解这件事就相较于沙奥地做这么温和的举动 其实伊朗最近他是在一直在秀他的肌肉 那怎么秀呢就第一个是在这个伊拉克的部分 伊拉克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说 在苏莱曼尼遇刺这一天的一周年 这个巴格达他举行了这个示威 就是蛮大规模的示威哦 那这个部分其实他是展现了伊朗他对巴格达 跟对伊拉克这边的内部的社会势力 还有民兵组织的一个控制力哦 那他最近巴格达又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六月的时候呢 伊朗他不是发布了这个对特朗普 对川普对不起哦 对川普的逮捕令 那那个时候他是要求说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嘛 就是要发这个红色通知 让川普就是来到伊朗受审哦 那这个当然不可能 就是他做这个其实是要满足他内部的保守派嘛 但是呢巴格达也就是伊拉克 他在1月6日就跟进哦 1月6日他跟进什么呢 就是他就让巴格达的一家法院呢 对川普发出逮捕令哦 那就是要求说他必须要来伊拉克受审 针对他去年下令把这个苏莱曼尼 还有伊拉克的这个军事指挥官穆罕迪斯 一起击毙的这个部分要来做调查哦 那他做这件事情 其实也不是说希望川普真的来 因为川普也不可能来嘛 那但是他要这么做就是因为说他要展现说 他跟伊朗其实在某一部分上是站在一起的 就是尽管美国你在这边做了很强硬的事 但是伊朗在伊拉克他的渗透还是你没有办法阻止的 那这是一个比较隐形的秀肌肉的部分 那有一个比较凶狠的这个秀肌肉的部分呢 就是伊朗他在这个1月9日的时候呢 他公布了他的这个新的这个导弹基地的这个影片跟这个设施哦 那这个就是在这个他们的海军内部呢 他们开发了这个新的这个导弹的基地哦 那这个导弹的基地呢 他其实是位于南部的波斯湾的海岸线上 那他们在那边举行了一个这个开幕仪式 这个导弹基地呢 他其实是在这个 荷姆兹海峡就是波斯湾的这个南部嘛 荷姆兹海峡附近的一个地下隧道里面 那这个地下隧道里面呢 大概有数百枚的这个导弹是陈列在地上 或是装载在卡车上 那之所以要装载在卡车上呢 其实就是要让他处于一个这个可以运送的这个状态哦 那可以运送状态有什么好处 就是说敌人就不容易知道这个导弹真实的位置在哪里 那其实就比较不容易击中 所以可以降低说这个导弹的被毁的几率哦 那么这个基地呢 他其实只是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海军战略导弹的存放的 几个设施的其中之一哦 就其实其他地方还有这些导弹 那伊朗在这个时候要做这个基地的开幕仪式呢 他其实也是要对美国跟一些西方跟区域的国家 尤其是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呢 秀秀他的肌肉 就是说尽管我们的这个核科技之父呢 被你们打死了 那我们现在有被这么重的这个制裁的包袱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出这个 让你们看到之后会吓到发抖的这个导弹哦 所以这是伊朗他最近秀的这个肌肉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说 就是在新年沙奥地跟伊朗的这个互动的部分 沙奥地他确实现在是在采取一个 呃一个一个希望美国还是可以呃稍微看着伊朗的一个态度 那包括说他也希望海湾可以一起团结起来 然后共抗伊朗的态度 但是呢伊朗他其实近年他采取的方式 就是说他一个谨慎的地缘渗透的一个战略哦 那为什么要在平日做地缘渗透 那其实就是说因为他曾经有八年的两伊战争的惨痛经验哦 就是那个时候两伊战争爆发之后呢 其实两国在打了一下下之后 伊朗跟伊拉克他们打了一下下之后呢 就陷入了胶着 那陷入胶着之后呢 就变成说他们双方不断地动员这个平民跟民兵哦 所以那个伤亡是非常高的 那伤亡非常高的话呢 其实对他们内部的这个人民的生活 还有领导人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是都有影响的哦 伊朗他虽然一开始动员的民兵是有效的哦 因为他用他一整套从什叶派继承下来的烈士化 烈士政治的话语来动员民兵 是好像是蛮有效 但是过了其实两伊战争打了八年 就大概过了五年之后 人民都已经厌倦了哦 因为民兵的话基本上就是在战场上 他就是很容易被当成炮灰的一个存在 那很多人呢就是家里面都有人是在两伊战争中就丧命了 尤其包括那个时候伊拉克他也在做一些这个圣战哦 就是说让这个人民呢充当恐怖分子 然后冲到这个伊朗的城市 或是冲到伊朗的这个军队或民居中哦 那就爆炸了这样子 所以就是这样全面战争的动员 其实对这两个国家而言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所以呢伊朗在经历两伊战争之后呢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 他在保护自身的国防安全的思维上就有了一个转变 就是他不寻求全面的开战 他希望平日呢就在他周围布起一道这个安全的防线哦 所以他为什么会要去渗透伊拉克跟渗透这个黎巴嫩 跟渗透这个叶门还有叙利亚 就是为什么他都要去介入这些地方 不管是派一些小的精锐部队过去啊 就像苏兰曼尼他以前就是这方面的精锐部队的指挥官嘛 那不然就是说为什么他要操控或是资助当地的民兵 就像叶门的胡塞武装组织 他其实就是伊朗他所资助的 跟伊朗他所协助他们去跟南叶门作战的一个宗教型的 然后象征北叶门部落的一个当地的组织哦 就伊朗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他其实就是想要说我平日的时候就在我的周围就围起到这个 都比较听我的话的这些组织的一个缓冲带哦 那这些缓冲带就可以避免说 他跟他周遭的国家爆发说 像当年两一战争那种非常惨烈的一个状态哦 所以呢 他很仰赖苏莱曼尼的部分 就是在于说苏莱曼尼 他对于过去在奠定伊朗在整个周遭区域的影响力的结构 安排的方面呢 其实发挥了一个蛮核心的作用哦 所以其实在伊朗人的心目中 苏莱曼尼他不只是一个指挥官哦 他还是带领伊朗抗击这个伊斯兰国 还有其他恐怖组织方面的这个英雄 就是因为说他调动了这个伊朗的地缘结构的相关的这个布局 那曾经在这个反恐战争中 让伊斯兰国是他们的一个阻碍嘛 因为伊斯兰国那个时候横跨叙利亚跟伊拉克 那苏莱曼尼如果要把这个伊朗的影响力深入这两个地方的话 他当然势必要先解决这个伊斯兰国 那这是那个时候的一个状态 那但是呢就是其实大家也会问说 苏莱曼尼他已经去世了 那他去世之后呢 这个对于伊朗在新的一年的这个中东布局会不会有影响 就是会不会能够在维持像过去苏莱曼尼在的时候 这种用软渗透或是资助的方式在伊朗周围搭起武装的缓冲网 就是有没有办法做这个事哦 那其实苏莱曼尼他去世之后呢 他有被指定一个这个继承人 这个继承人呢就是伊斯兰里尔盖尼 那这个伊斯兰里尔盖尼呢 他其实是苏莱曼尼以前的战友哦 那这个战友呢他其实就曾经在两伊战争中跟苏莱曼尼是同一个部队一起作战的哦 因此其实你也可以说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他里面的人的选拔呢 当然苏莱曼尼他是一颗头脑 但这颗头脑呢他其实还有像伊斯兰里尔盖尼这种 就是常年跟他有着相同的作战经验的人 他们一起共谋一起策划的一些策略哦 所以其实呃大家对于苏莱曼尼去世之后呢 伊朗他的战略能不能继续维持其实是蛮乐观的 就是说因为革命卫队他们内部 还是有其他的人是可以呃跟苏莱曼尼一起 就是说执行任务的 那苏莱曼尼他去世之后呢 这些人可以顶他的位置哦 还有他整个下面的班底应该也都是可以的 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在苏莱曼尼他任内呢 伊朗对外渗透的格局其实基本上你可以说是已经底定的 那已经底定的状态呢 你只要维持说他不要被吃掉 那就就算是赢的状态哦 其实对伊朗来说他要的也就是这样子嘛 因为他也不可能真的去颠覆人家的政府嘛 他就只是说呃希望可以就是在那边有一些影响力 那作为这个缓冲跟自保的空间哦 所以像真主党就是他在里巴嫩的这种存在哦 但是他这种行为他自然就会导致说其他国家对于伊朗的不悦嘛 那包括说像这个呃阿拉伯之春的时候 阿拉伯之春的时候 台湾其实主要看的内容都是说呃整个中东国家的民主化 跟阿拉伯这些军事独裁政权 他们能不能走向这个呃议会内阁制的还是什么之类的 但是呢其实那个时候中东在讨论的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伊朗模式是不是可行 那但是为什么会讨论这个主要是因为呃 因为那个时候伊朗他已经是一个开始渗透的状态哦 那么他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之后呢 他其实是有做一些舆论战的工作 是跟大家呃吹吹风是说 哎你们也可以像我们伊朗一样啊 呃你们不用马上走到民主这个部分啊 就是说呢我们伊朗是一种呃人民政府 然后人民政府呢 他是由这个我们的这个宗教领袖进行 呃把整个宗教的这个神职人员进行官僚化的一个动作 那在这个动作当中呢 其实呃他真正造成了一个效果 就伊朗没有这样讲 但是他真正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的效果 就是基本上宗教势力 他是被政治所收编的 就是伊朗他看起来是一个呃疯狂的神权政府 就是大家对伊朗的形象是这样 但其实伊朗内部他真正的呃 他真正的状态其实是说宗教他整个是被行政权给吃掉的 所以就是伊朗他并没有像沙乌地那样 沙乌地他的状态很明显就是说 他的呃国王的王权是没有办法吃下这个宗教这一块权力 哦所以他就变成说他要跟瓦哈比的这些教师 共同的统治就是和呃结盟式的统治 那有时候会发现说就是瓦哈比他其实是跟国王之间有一种张力哦 就是在争夺权力的张力 但是呢在伊朗就其实是没有这个状态 就是他们的这个官僚跟宗教其实是合在一起的 因此就是他们没有说像这种瓦哈比一样 要向外的去输出宗教的这个动力哦 只是说他们这个向外输出的动力就变成说 是转移到这个革命卫队 他的这个外扩上面哦 所以呢其实那个时候伊朗他就在阿拉伯之村的时候 他是有在呃做这方面的舆论工作 是说伊朗模式他可能是一个阿拉伯国家 你可以这个学习的一个方式哦 也就是说呢你让宗教的势力跟文官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你的国家呢你给这些教士们一些特权 但是你这样子你其实可以呃把你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将领就拉下来 那你的国家因为其实他为什么提这个东西 是因为中东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呢 阿拉伯国家也好那土耳其还有是伊朗这些也罢哦 就他们的国家内部都有穆斯林的人口 那他们国家内部都有世俗跟这个宗教的这个争执存在哦 还有这个保守跟现在的争执存在 所以伊朗他提的这个方式是说呃 你不要直接的就是说我要走世俗路线 你就直接让宗教跟文官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这种方式呢你其实你推行伊斯兰法的过程中 你也完全的把伊斯兰这个东西是被你的城市化跟官僚化的 这个呃机制给吸收了 所以伊斯兰这个东西变成是可控的 那你就不用担心会有恐攻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军队他也被收进来了 军队是要在宗教之下的 那军队这个东西也变成是相对可控的 但是就是说嗯呃局势都会变啊 因为对目前的伊朗来说这个革命卫队还是强大一点哦 但是因为革命卫队他是听命于这个 他们最高领导人 那么最高领导人现在是哈梅内伊嘛 那哈梅内伊他确实就是跟革命卫队是有一个结盟的关系 因为他们都是相对比较保守的这个阵营 所以伊朗目前他还是一个可控的状态 只是人民对于革命卫队的这个形象会觉得相对的不好 那但是伊朗那个时候在阿拉伯之春的时候 他提这个伊朗模式呢 就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他肯接受 就一来是因为呢 他们是这个要嘛他是这个国王 就是是呃君主制的国家 那他不可能答应这种方式嘛 什么呃我就放弃我的世袭权利 然后我就就是让这个教室就凌驾在我的上面 而且你们还可以一直选举然后换这样子 那国王不可能放弃这种他长年统治的这个状态 那另外就是说呃很多的阿拉伯国家是军政府 那军政府他当然更不可能 因为像埃及他之所以那么不喜欢卡达 就是因为说他内部的木凶会 其实是让军政府就是呃很头痛哦 那卡达你还一直支持木凶会 所以像埃及他有这个挣扎 其他的国家也是有这个挣扎 因此那个时候的伊朗模式没有在阿拉伯之春后 就成功发酵起来 就尽管那个时候中东是有在讲这件事 但是就没有付诸实践哦 那所以呢在新年之后呢 我们还是可以观测一下 就是伊朗他的这个地缘 其实是应该是可以维持一定的这个呃 地位跟一定的势力哦 尤其包括说像他在叙利亚 他在叙利亚其实他跟这个呃 俄罗斯其实很早就开始有这个军事的介入 那美国跟土耳其其实是相对晚 尤其美国他基本上你也可以说 他没有派人来那真的就差非常多 他就是呃偶尔就是射射这个导弹 那当然你没有人在那边的话 你打这个地点 其实那个地点你也守不住嘛 所以美国在叙利亚的投资 但是可以说是就是失败的哦 那土耳其现在他进去就可以说是晚了一点哦 所以因此就是在叙利亚这边就是俄罗斯跟伊朗 还是比较有利的一个状态 那其他部分呢像尼巴嫩真主党 他不可能就解散了 他也不可能再撤出去了 所以伊朗在尼巴嫩的影响力也算是可以底定的 另外像在呃伊拉克跟阿富汗他们也都有伊朗的人 那还有像在叶门的这个胡塞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北叶门这一块 伊朗也都有他的势力 因此呢就是在呃新的一年伊朗他应该是可以维持他的影响力 那么沙奥地呢他呃要跟伊朗维持怎么样的发展跟互动关系呢 其实很大程度上要看海湾的态度 海湾其他国家的态度 还有美国的拜登他有什么样的伊朗的政策跟有什么样的中东政策 那么其实新的一年我们可以期待呃沙奥地跟伊朗这两个中东强权的新互动 那么中东新闻今天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